因爭主本性是 眾生本據 諸佛所證 它是我們的本來面目 不管你輪迴當中怎麼樣去加什麼灰神下去 不管你是什麼實實情佛事 到處惹尘埃 不管 禁止還是禁止 所以佛多講謊話經是講出真相 就是把我們的生命拉到原始點 所以真相不可破壞 所以這就是佛多講完法華經以後 當佛多把眾生從因緣所生法的功德拉到一念 耐到光明的時候 佛多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 為聽完法華經產生性結的菩薩 深深問人受祭 第二個就直接入涅槃 因為他的事情辦了 大事已辦 一方面開箭顯示 一方面 為實實權 一方面開箭顯示 一方面開箭顯示